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这一瓶是他们2019年的版本 关于Vintage L这个系列的诞生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相信一说起Fullis的啤酒 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他们的London Pride 的确 不管从啤酒本身还是从商业化的角度看 它都是一款非常成功的产品 也是英式苦啤的代表之一 而Fullis的另外一款酒有着与之相似的名字 叫Golden Pride Golden Pride是一款英式大麦酒 有着8.5度的酒精度 与之平衡的是极为丰富的麦芽香味和富有层次的口感 在97年Fullis酒厂购私新产品的时候 当时的总酿酒师John Keeling就说 不如我们就把Golden Pride作为基酒 装进瓶中进行教堂 做一个年度经典款呈现给消费者吧 于是第一年的Vintage L就这样诞生了 后面的几年Fullis更进一步 他们决定以后每年的Vintage L都要用上当年麦芽和啤酒花比赛的冠军产品酿造 再加上自家的标志性酵母发酵 真正从原料、酿造、酵藏方式上做到经典 虽然后来麦芽和啤酒花的比赛不再流行 Fullis酒厂对于Vintage L配方的不断尝试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这也给予了这款酒自己独有的传统 与其他一些酒厂推出的Vintage酒款通常在一个配方上不断完善不同 每个年份的Vintage L都有自己独特的原料和与之而来的口味乃至性格 就像这瓶2019年的版本 有一部分的麦芽和啤酒花就来自于距离伦敦18000公里之外的新西兰 并且为了让新西兰的YET酒花的香味更加凸显 还使用了传统英式烈芯埃尔酿造中基本不会用到的酒花干头的方式 让整个酒体的层次和口味都更加丰富 这瓶酒虽然已经盛放了两年多 但倒出来依然有着绵密持久的泡沫 以及丰富的蜂蜜和柑橘香气 氧化的气味很轻 而入口之后香味就更加丰富 酒精感散去很快过度的厚重的葡萄干 可可巧克力的味道 喝过之后的我已经在盘算下一瓶的Vintage Gel 要是哪一年的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吧 这里是小岛发酵俱乐部 我们下期再见